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夥伴關係創新基地 9月7日在福建廈門揭牌 來自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的 350多名政商學界嘉賓 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 共同見證這一重要時刻 去年12月 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夥伴關係創新基地建設 在廈門正式啟動 近一年來 廈門先後發布兩批60項重點任務清單 建設7個新工業革命領域赋能平台 推出首批39個新工業革命領域示範標杆項目 此次基地的接牌 標誌著該基地建設始入快車道 這是一個好機會 帶來我們的社會 和我們的社會 首先和中國 增加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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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們一起做一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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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主要的 我認為是 要學習相同 要認識相同 要學習相同 當天 共有28個凸顯金磚成色 總投資金額高達134.04億人民幣的項目 與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夥伴關係創新基地簽約 前來參會的柯玉鏡就是其中的簽約代表 他所在的俄羅斯斯科爾科沃創新中心 聚焦信息技術 生物醫藥科技 能效領域和工業4.0 柯玉鏡現場與廈門火炬高新區 達成合作備忘錄 他期待兩國在工業4.0的合作上 能像兄弟一樣親密無見 這是我們最大的興趣 因為我們有四個大部份 另一方面是工業4.0 因此我認為這是非常合適的 跟今天發展在 Xiamen 我們相信 Xiamen是一個好處 今年1月至7月 金砖四国在厦门新设立企业为往年同期的三倍 厦门与金砖合作国家 海运航线 空运航班 以及中欧班列稳定运行 集装箱吞吞吐量同比增长65% 在大宗商品交易 跨境电商 物流运输 国际抗疫等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展现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的旺盛活力 随着金砖基地建设的不断的深入 我们相信这个合作会越来越稳固 我们现在随着这两年的发展 有很多新的一些项目都在对接 也在落地中 我相信未来的话 随着这个金砖基地建设的不断的提升 我们能够说奔化出更多的合作的火花 通过这种供应链蛋糕的做强 做大 为各国人民的话 来提高更多的经济发展的机会 提升更多的发展空间 我并不认认真有实诗比赛跟其他国家的組合 但我肯定如果有些随着 次准备到这些孤护肤的 确实我们继续进行的 据悉 此次活动由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经专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 福建省人民政府 厦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 此次签约仪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 签约项目所属行业涉及面教广 围绕新工业及相关服务领域展开合作 项目广泛涉及金砖国家